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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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完螳螂之後 其實很快可以開到紅蓮濕地 紅蓮濕地 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大家看到那隻小旗的位置走到去 就是那個位置 路比較快可以去到我們的目的地 不過要少許技巧 就是用你的騎蟲跳過去 然後游一點就到了 再去到紅色的目的地 我們便會找到黏味寶的位置 現在大家看到的位置就是剛才所說的位置 我們一跳過去 其實走兩步 這樣便到達了 當我們到達後 便跟著這條路走 又或者看看我剛才的地圖走 也可以 這位置我純粹有空捉住 走回這位置 再進入一點 便會看到黏味寶 而這個黏味寶本身是30坨 大家便要小心一點 基本上我20坨 都可以弄到他沒什麼血 然後便直接捉住了 我們遊戲玩了幾個小時 其實便可以捉到一隻 30坨的第六代准神獸 大家應該都頗開心 當然之後還可以進發 這尾兒 這尾龍才是最棒的 影片到此為止了 希望可以幫到你 記得按LIKE、SHARE 以及訂閱 下支影片見啦 兄弟們 看到這條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就是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 一同 另外你會請你 先隨便 螢幕